生活中心赖俊又报导田富珍阴场未行感冒言 诗声紧急延期高雄演唱会 图翻设字田富珍连 歌手田富珍阴场未行感冒言重诗声紧急延期 雄演唱会并提到彩排时失去大部分的声音 仅使用类固醇急救 若逼不得已打算四场演唱会开 前在声代注射类固醇 但田富珍也担忧会不会 此就真的失去我的声音 对此,王启德医师嗓音 对说明注射声带类固醇的注意事项和副作用 富珍在文中提到 他生病后各种中西医疗法都 是,尽管病况稍稍好转 但彩排时仍失去大部分声音 紧急使用类固醇急救 到了总彩排仍掌握了自己的声音 因此请医师开了四肢类固醇背着 天晚上开眼前两小时 若万不得已时 要往声代 接注射的类固醇 想着如果每天用这种方式言 我会不会从此就真的失去我的声音 消息一出 多歌迷担心田富珍的身体状况 也担忧在声代 射类固醇 是否会对声代 嗓音造成影响 田富珍 优弱开唱前 声代注射类固醇 硬称会不会从此 真的失去我的声音 图记者秋荣及摄影王启德 诗嗓音团队向三立新闻网说明 一般声代常碱 肉、囊肿、水肿或疤痕 可以在声代注射类固醇 然 治疗后需净生修养二至三天 注射后可能会有的 附用包括短时间内声代变薄 药物沉积 出血等 附用发生率约10% 几乎都是短暂的 一至二周内会自行灰 至于田富珍的病况 是否合适在声代注射类固 医师团队认为演唱会前太急破了 声代注射类 唇最快也要一周左右才能上台 只能考虑口服、肌肉注射类固醇